字幕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T cứ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們的頻道 那麼我們這個頻道主要 要說一些國內相關的資訊 包括樓宇的生活等等 如果有一些特化性的國內新聞內容 又或者是我們香港未必看到的新鮮事物 我們也會馬上製作影片通知大家 如果你看完覺得對這類資訊是有興趣的 歡迎訂閱我們 又或者轉發給你身邊同樣對這類資訊感興趣的朋友 大家好 大概一個星期前我們有影片就講解過 國內就允許我們香港人士一些過了期的回鄉證 說的是由2020年的1月1號 去到2023年全年裏面是過了期的人士 亦都可以在5月8日之後 即使是持有過了期的回鄉證 都能夠回到內地的 這也是一個因述的做法 在一個星期前我又有出過一條影片 講述這一個過了期的回鄉證 都可以回到內地的安排 其實也衍生了一連串的問題 部分記者已經去了嘗試問了不同的部門等等 包括很多人關心的 到底用這個過期回鄉證 可不可以買到高鐵票 亦都是今集主要的內容 一個禮拜前 記者收到這個過期回鄉證 照樣去過關之後 去問了西九龍高鐵站的職員 他們就說 不可以用到過期的回鄉證 去買到高鐵票 只能夠拿護照去購買 然後就用護照入閘 不過過關的時候 就拿回這個過期回鄉證去過關 類似這樣的操作 事隔一個禮拜 在昨天5月7日 就正式有一個公告 港鐵就宣佈了 和內地的部門協調好 我們用過期的回鄉證 一樣可以在高鐵站購買 另外如果你想透過12306系統去購買 都可以 似乎他們的安排相當體貼 因為這個安排明顯地要修改系統 才能滿足這些過期回鄉證購買 有媒體的記者 昨天就去了西九龍高鐵站問 但原來貴位的職員 並不是全部人都知道這個新的安排 亦都有一些比較心急的港人 是希望昨天已經可以預售到這些票 結果發現不行 是由今天5月8日開始 才可以正式在這一邊買票 還有在這個自動售票機 亦都不能做到這個操作 大家如果去到西九龍的高鐵站 只能夠到貴位安排 又或者透過12306 直接在網上訂票 根據《文匯報》的詳盡報道 除了是高鐵票之外 用回鄉證購買飛機票也是可以的 大家如果要回內地 不一定要坐高鐵 可能坐飛機的話 都一樣可以處理到 而根據報道也有提及 國內的官員也有說過 會安排相關的機構 或者部門 盡量配合這一部分的港人 即是持有過期的回鄉證人士 這些部門就包括了交通運輸部 國家鐵路局 中國民用航空局 中國鐵路總公司 而非交通上還有過 包括教育部 工業和信息化部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中國人民銀行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等 這些部門就說會是 因應政策的變化 及時作出工作上的安排 積極為港澳居民 貧政辦理教育 通訊 醫療 金融 企業 註冊等等的 一些公用事務事情 提供高效率的服務 其實一個禮拜前 我也有說過 根據我的估計 如果你過關的時候 是想用電子通道 即智能通道那邊 估計是不行的 另外過了期的回鄉證 能不能處理到銀行的事情 我之前的估計也是不行的 去到現在這一刻 如果政府部門方面 似乎在接下來的這半年裡 有機會作出一些微調的改動 是有機會可以 幫助這些回鄉證過了期的人士 照樣處理到上述的事業 不過安全起見 其實我也建議大家 如果香港這一邊 因應這個安排現時 可能你去換政的日期 去預約等等 已經是容易了 又或者香港仍然是 預不到你心目中的那個日子的話 回到內地 其實呢 網上登記了 非常之快就可以申請到這個續證 兼且七天就可以拿到 費用都是說350元人民幣 我覺得安全起見 都是去辦理先 特別在銀行事務方面 如果你本身 在國內銀行存了些錢 是需要急需處理的話 我都建議你盡量先換證 不要再等這些最新的消息公佈 因為銀行戶口裡的錢 或者辦理相關而沒有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是對這個 在深圳辦證的事業 本身是不太了解的 接下來我們自家兄弟 就為你講解一下 不過在之前 就聽一聽我們自家兄弟的廣告先 全面通關之後 你有沒有興趣 跟著我們自家兄弟 來到中山 尋找地鐵原先項目 投資之旅呢 廣州地鐵18號先 已經落實直達中山市區 而在中山這一邊 也都稱這條線路為中山地鐵 在中山市中心位置 將設有石旗和輕中站 而為了令大家更了解中山的優勢 我們自家兄弟 特設看樓安排 參觀兩大港資發展商開發的項目 分別是中山東區由新鴻基打造的翼翠園 以及西區 由勵新投資的棕櫚彩虹 兩個項目都設有 港式會所和多項設施 提供港式的管理服務 加上留取甚歡精心設計的圓林 置身其中 絕對能夠令你感受到豪宅的氣派 只需125萬入場 感受非一般的高端物業體驗 本公司更會各下提供當地特色餐廳五線 兼且費用全面 相關行程安排以及香港集合地點 歡迎聯絡我們自家兄弟人員查詢 假如你想看其他區域優美環境的樓盤 又或者是低總價的產品 我們自家兄弟也可以為你提供私人定制的看樓安排 詳情可以和我們討論一下 灣區物業選擇多 選自家兄弟帶你去看樓最穩妥 歡迎聯絡我們 要在深圳辦理回鄉證的俗證事 都是先需要網上預約的 根據一些已經成功預約的人士所說 並不困難 跟香港中女社那邊差很遠 但這個說法是發生在5月8日之前 即是說現在多了這麼多人 會有機會去到深圳預約 到底是不是還這麼容易呢 我希望真的剛剛安排了這個預約的人士 可以回答一下我 而大家剛剛看到的幾個截圖 就是我在情報相關的報道那裡 看到也挺有用的 挺實用的 所以就把它截錄出來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第一你去哪裏預約 其實你在微信那裡 在公眾號找回這個深圳公安 都可以找到這個小程式 所以我之前有一條影片就說 利用這個微信去搜尋這些官方的公眾號 以及小程式是相當之重要的 大部分的事情都可以用到這個功能去解決 或者一些預約登記等等 相關怎樣去做這個 在深圳俗證回鄉證這個事 我就不在這裏詳盡地講解 不過如果大家有需要 真的要多了解 我在影片下方也都放了 情報那個網頁的連結 也是很詳盡教你 如何在深圳換證的攻略 需要什麼文件等等都有了 在這裏也都呼籲一下 各位已經回鄉證過了期的人士 我見昨天有人留言就說 可能這次這個安排 就會將這些過了期的人士 去到今年年底 先一次過又去換證 因為很多人都想 既然你有一個寬限期 那我的證去到年底才換 那我又享有10年的有效期 即所謂的盡量賺到盡等等 那我建議就不要再這樣想了 因為現在如果沒有那麼多人 有一個這麼急切的換證的時間 你都照樣去看回香港中女社 又或者按回剛才的介紹 去深圳那裏辦理續證 以免去到年底的時候 繼續是未續到證 跟著別人的寬限 正常未必會延長去到明年的 所以去到明年年頭 你要過關的時候 你都未換到證 到時候又麻煩了 凡事就早一點去預備 肯定會比較好些 那今天原來跟我的朋友聊起 有部分的朋友的家長們 原來在21年到期的時候 已經去了換證 所以即使在疫情期間 過了期都好 他的證件去到現在仍然有效 因為已經在沒有什麼人 搶著換證的時候 做了這件事 最後也呼籲一下 如果今天是用過過了期的回鄉證 今天5月8號第一天 是可以這樣過關之後 你在其他方面一個體驗等等 有什麼資訊可以提供給大家 歡迎留言詳盡講講 因為我們很多人 都未必一定有這一類的 過了期回鄉證 或者在今天或者接下來的日子 是會過關去體驗的 你的分享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給我的講解 可能來得更加實在 所以期望這一批的觀眾 可以踴躍講講 你體驗到的感受 或者你遇過的事情 因為可能有一些 我們以為不行的事情 原來過了關之後 你會發現可以都未定的 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要發表 歡迎留言講講 有疑問的也可以提出來 也都期望有其他觀眾可以幫到我去解答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在中山這邊竟然有一個大屋苑的會所 裡面連草地滾球都可以玩 換來的設施和空間 比香港的屋苑會所更多 由香港知名發展商 勵鋒控股建設的 位處於中山西區彩虹片區的中旅彩虹 現時已經是一個超大型的住宅社區 康姆一邊有兩座的商場 兼斜也有大巴可以直接回到香港 除了多港人的業主之外 也深受本地買家的認同 在長達十年多期的發展裡面 現時已經擁有多個室內外泳池 以及獨立的專屬會所管 讓業主們可以享受有益身心的康體活動 在中山的核心區域你再難找到一個這麼大型 兼且可以提供這麼全面的會所設施服務 連同優雅舒適的圓林 以至到外圍的一個完善的商業生活配套 證明置業中山在交通消費生活配套上 選擇最適合你的中旅彩虹 絕對是你的最佳選擇 歡迎聯絡我們自家兄弟 帶你去到現場實地考察 灣區置業首選自家兄弟 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裏好 找自家兄弟幫忙 無論是市場熱話 熱賣靚盤獨家折扣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VIP看樓安排 專車接送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